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又是我 我是Carmen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Carmen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我們上幾集都有輕輕提起過 中風這件事 中風現在在香港越來越 年輕化 還有人數越來越上升 患病的 你上次提過 中風最好在頭三個小時裡發現 有沒有提示給各位聽眾 我們有什麼可以注意一下 自己是否遇到中風這個情況呢 我最近在醫學雜誌中有提及中風這個課題 原來她說那個文章 就敘述 她說有朋友在一個燒烤裡開派對 突然之間有個女士 就不小心摸倒 跌倒 那些朋友過了 她說 要不要叫救傷車 她說沒事沒事的 沒有穿了一雙新鞋 不小心摸了 摸了磚頭就摸了 然後大家就幫她忙 把她的食物 再製作一盆食物給她 她就好像沒什麼事 繼續派對 然後沒多久 那一晚這位女士的丈夫 就打電話就通知大家 她說我太太入了醫院 然後沒多久 她說她六點鐘過了身 這個事故其實都幾多 但是為什麼這個事主 好像這麼突然 我們看電視中風不是經常會 口齒不清 還有本身癱瘓不動得 一般傳統中風的跡象很明顯 那人突然之間 嘟嘟來 說話不清楚 或者你看到她的身體一邊 就好像沒了力 或者坐在地上 或者神智不是很清楚 這是一種典型的中風的跡象 但是很明顯 其實很多的中風是沒有這些跡象的 至少沒有這些 原因就很簡單 如果你中風的範圍 牽涉的範圍在腦袋 不是控制我們活動神經的部分 那你沒有這些 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到這些跡象 那就會不明顯 是的 還有你看到很多時候中風的人 他感覺上沒有什麼事 他其實可能覺得自己有事 但他的心智上 他通常都說我沒有什麼 這個資料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會介紹一個很好的工具 是有這種症狀 即他病得很厲害 都說自己沒有事 逃避 即他那種症狀是這樣 其實他就不是有心逃避 即他那個精神狀況 是療劑的狀況 是 好了 如果 如果你沒有這種 一般典型的中風的跡象 如果你遇到這個情況 你懷疑那個人可能會是中風 那你有什麼可以做呢 因為很重要 中風是要快的 有些神經科的專科的話 他說如果中風三個小時之內 你讓我去處理 我就大部分都可以救得到 但一廁所就很麻煩 那你想想三個小時是很短的 如果你連表面症狀都沒有 譬如你香港 如果一個人突然之間 躲下了 那就 神之不清 那你當然會叫救傷車 叫救傷車 那可能都三個小時 香港這樣的環境 都有機會三個小時 進入急診室 但是 有些事情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等急診室 有些事情是自己可以做的 好了 第一 如果你突然之間 懷疑有一個人 是跌到地下 或者是一種 令你懷疑他可能是中風 那有什麼可以做呢 有什麼測試 很簡單的測試 第一 叫那個人去笑 你猜一下 你笑裡面 你會看到什麼會有問題 你叫他笑 那要他笑的時候 嘴唇就不是平均笑 或者笑得歪到一邊 這是其中一個跡象 或者叫人說一句很簡單的短句 今天天氣太陽很猛 今天天氣不錯 你叫他重複說 如果他說的時候 你會這樣說 這個簡單的句子 人家立即可以重複 如果你覺得他有些口齒 很困難的 那也是一個中風的跡象 還有一件事 你叫他舉高雙手 那如果有中風的時候 他的雙手是不得平均的 可能一邊舉得高一些 一邊舉得差一些 那就是這種動作 你會知道 他將身體的動作加強了 那最後一件事可以做 就叫做新條尼出來 這樣 那你就知道 如果新條尼出來 條尼是不直的 是側在一邊的 側左側右 都是代表 其實有一個中風的跡象 那如果那個人沒有半身 沒有知覺 那他笑起來 是否還是會斥嘴 或者舌頭 還是會放在一邊呢 如果他的身體沒有問題 當然啦 如果那個病人平時沒有這個問題 那四個裡面 其中一一個 你都可以 可以懷疑到有一個中風 哦 即是種一兩個特徵都可以 一、兩人都可以 即是正常的情況 原來他不應該有的 那除非當然啦 如果這個人是有神經系統的問題 或者以前也中過風 那當然他的腿都應該會刺的 那可能一些人中過風 會再中的 是 所以如果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他有前科 你更加是需要留意他 那所以中風其實就是 就是挺難察覺的 那中風有幾類呢 主要來說是有三大類 我以前也會說兩類 那其實有三大類 一類就是那種叫做出血性的中風 就是血管爆裂了 那些血就巴巴聲流下去 那當然呢 流下去的地方 本來腦部有血液供應的 那突然之間流血這樣出去 就變成供應就缺乏了 那還有呢 就是血會在頭顱殼裡面的血呢 會脹 就是血穀起來 會產生腦的壓力 那這個是一種叫做出血性的中風 這個就比較上是 上見一點的 那這種中風呢 就是血管閉塞 因為你血管硬化 血管硬化口化 那血液流通變差了 變成供應到腦部的血液 都突然之間會變差了 那這一種的跡象呢 我們在醫學上呢 有一種叫做 叫做 叫做 就是短暫性的 血血性的中風 那這種人的 這一類的中風的症象呢 通常那些人呢 就突然之間呢 可能20分鐘那樣呢 就覺得她的說話好像 就視力好像模糊了 突然之間暗了 她的聽音能力都差了 可能呢 就 手呢 就可能有少少麻痺 那樣的 那但是這些這樣的中風 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都知道中風了 那就進入醫院了 那這樣 那進入醫院之後呢 可能等多幾個小時 醫院之後呢 其實就沒有了事了 那就以為沒事的 那這樣 那當然呢 現在很多醫生都了解呢 這種叫做 就是短暫性的 就是缺血性的中風 是TIA 那這種屬於一種 閉塞性的中風 那 那第三種的中風呢 我們叫做一種 一種血塊 血塊在身體 其他的部分 可能有發炎 那 那導致呢 就曾經有血塊 出現了 那這些血塊呢 就突然脫了之後呢 就血管呢 就帶了到我們的腦裡 那裡 就出現一種 就是堵塞 我們叫做一種 一種 叫做山 一種塞的 一個 血山塞的中風 那 那 這一種的中風呢 其實也都很容易 是引致我們曾經所說的TIA 就是 短暫性 缺血性的中風 因為你平時的血液流得好滴滴的 那 但是之間就會神志不清啊 記憶力差了啊 事會模糊啊 那 這個呢 很大機會呢 是跟我們那個 那個 血山是有關的 嗯 它塞了 山塞了在那裡 那這一種呢 就是TIA 好了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說 這種是叫做隱性 沒有什麼 不明顯的 的症狀 是未必有見到 我們剛剛所說的 就是新條理出來啊 或者 雙手啊 舉高啊 或者 它可能完全那些 那些它都做得到的 那變成你更加難度 難度 難察覺 那又有什麼特徵呢 就是 那好了 那這個 這個特徵呢 就是其實很難知道的 啊 因為呢 它通常呢 只不過呢 它發現它那個 那個 那個腦的 那個 慢慢退化 是 它記憶力慢慢慢慢慢慢退化 就是不是很快的 那可能它計算的能力啊 啊 就是那個 短暫記憶的能力呢 是慢慢慢慢退化的 那所以變成呢 很多時候那些人呢 會自己適應了的 嗯 那變成不覺了 你說它剛剛以為自己慢慢老化而已 那它不知道呢 原來自己是中風的 嗯 那這種情況出現多不多呢 那在我呢 在 有一個雜誌呢 是神經學的雜誌呢 醫學雜誌呢 那裡呢 它曾經做了一個研究 它向658位 啊 大概平均年齡 啊 啊 79歲的人呢 就是做一個研究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是沒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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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痴呆的前科的 就是沒有這些 這樣的表面的症狀的 那它呢 就會做一系列的測試 看看它的記憶 看看它的語言能力 看看它的思考能力 那還有呢 是 直接呢 是用 儀器呢 是來到測試 它的那個腦袋 有一個叫做 Hippocampus Hippocampus 那部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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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 Hippocampus 這個是我們腦袋 是處理我們記憶 學習和我們情緒的 那它用什麼呢 用那個慈敵共振去做 是 直接來照他們那個腦 那這種這樣的 腦袋的慈敵共振發現呢 它說呢 是174位的人士呢 是曾經經歷過這種這樣的 就是隱蔽性的中風 嗯 那 那 那些人呢 通常呢 就是 叫他做個記憶的測試呢 他會比較差 那 雖然呢 他可能 他那個腦裏面 那個Hippocampus 可能 未必是有 就是有 縮小了 那一般來講呢 我知道呢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 年紀老化的時候呢 我們的腦袋 是每一年 是可以縮2%的 OK 那如果你有這種感性的中風呢 你將來患的那種老人痴癌症 就是 Alzheimer 是 那種比較 但是變成了一個腦癌症癌症的時候呢 嗯 其實呢 那個問題是很大的 嗯 那我們以前呢 我們都和大家分享過啦 其實家裡呢 每個人的家庭裏面呢 都最好呢 有一套同類療法的救急的藥 以備不時之需 以備不時之需 那我們公司裏面呢 都有很多不同程度的 大大小小的 嗯 的同類療法的 家庭常用的 我們叫做 remedy kit 是吧 有些是 運動用的 運動創商用的 有些呢 就給一般基本家庭用的 嗯 有些呢 就可能是給你 小朋友的問題用的 那我有一些是大到 有成五十幾支藥計道的 是 一盒裏面 那也都有些資料有些書 那當然呢 那些書呢 我們有些就突然翻譯到中文 那但是很多 都是用英文的 那些小冊子在裡面的 那但是呢 同類療法的中文書呢 我們最近已經發掘了 大概有成六本那麼多的 那如果在這套書裡面呢 大家很好地去看一看呢 那其實呢 你都可以掌握到 基本的知識呢 是在一些 起碼處理那些 急症啊 創傷啊 First A 這些是自己可以處理的 那譬如我買了這些套裝 回家會不會過期呢 那 同類療法呢 其實呢 那些藥呢 是一種能量的藥 它不是一種物質的藥 所以同類療法的藥呢 是不會過期的 即是沒有過期這回事的 同類療法很多的藥呢 是早年那個醫生是大概一百年前 即是發明 即是製造了出來呢 這隻藥呢 可以這樣說呢 全世界都用過這隻藥的 用了成一百年都繼續在用的 那其中有一個很出名的藥呢 就叫做Lacasus蛇毒 南美蛇毒 那南美蛇毒呢 是Dr.Constantin Herring呢 在18世紀呢 在南美一個探險的過程裏面呢 他就捉了一條蛇呢 就製造了這個 這個同類療法藥呢 是做了藥的實驗呢 就了解了藥的功能之後呢 就一直有這個樣本 是Constantin Herring 在南美洲 沒有採過新的 直到幾年前呢 就藥界開始說呢 這隻藥呢 就真的用完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些同類療法藥呢 其實是沒有過期這件事的 雖然有時候呢 你買那些外面有些成藥 同類療法的成藥呢 那它會印一張資料的話 有什麼時候過期 那其實呢 在同類療法的 就是大家認識同類療法的人呢 知道呢 同類療法藥是會不會過期的 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種物質 就是它不會腐爛 也都不會被蟲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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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它只不過有一種一種信息 在那裡 總之裡面的水分 存在一些水分在那裡 有些酒精 或者是糖粒 其實糖粒裡面其實都有水分的 那其實用這個水分呢 是將這個藥的那個 那個頻率是記憶下來的 那就是好像那個攝石裡面那樣 那攝石裡面的池裡 會不會有過期的 不會的 是吧 所以呢 就是同類療法在某種程度上 可以用這個譬如了解到 同類療法會不會過期的 所以你買了回去之後呢 你不用怕的 當然呢 盡量就不要 就是 擠在 近那些電器用品 或者電磁波影響 電磁波影響 萬一 但我也都沒有證實 也有人試過呢 X光會不會呢 其實我經常去我國出油 我都帶很多同類療法的藥 那很多藥是不斷地過X光片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家裡如果這麼多地方好擺 就不要擺這些電器附近 這個我暫時都未曾遇過 就是說是這樣 大家要小心 那譬如有人說 他說你那個手機 手機的電磁波 可能對藥物都是不好的 所以盡量是離開這些電磁波 因為它是一個電磁波的訊息來的 那免得被它干擾得太厲害了 那我也都主張 就是一輛汽車裡面 都不要激烈 當然也有很多醫生 都是隨身擺在車裡的 那在香港的熱起是很熱的 當然在外國其實熱起也有限的 只會冷的 所以很多時候的人都習慣 將一套的療劑 就擺在車裡 以備必時之需 所以用同樣的療法藥 你起碼也不需要擔心 那些藥物會不會過期的問題 同樣的療法藥其實不會過期的 好了 那很值得 大家買回去之後 一路學習 是 起碼如果你能夠用一個 我當你用幾百元買了一套藥 我最大的那一套藥 只有千百元 有成幾隻 有成四五十隻 五十隻 五十幾隻 如果有一套藥在這裡 有一天 你利用了阿尼克 救到一個中風的人 令到他不用癱瘓 我相信 你已經省了 即是阿尼克這療劑 是可以解決中風的問題 所以中風的第一個療劑 就是阿尼克 其實我以前也和大家談及過的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 第一套藥的療劑 我以前在加拿大 我的車牌也是叫阿尼克 香港已經有人拿了 阿尼克 好了 阿尼克 中文我們叫做什麼呢 是三根草 通常成長在一個高山的斜坡的下面 你可以看到自然界的設計 在斜坡裡面 很多時候動物會滑下去 山羊滑下去 山羊滑下去之後 知道受了傷之後 會做什麼呢 第一件事 就會吃這些 三根草 三根草 在德文裡面 叫做 Foreherb 即是Foregrat 即是被你掉下去 掉下去 掉下去 可以溶 所以 三根草 阿尼克 是在所有創傷的症狀之下 都可以用的 OK 那 那 在 生金草 也都有人 將它成為藥油 來調查 那裡是打開了的 即是出血的 那你就不可以用 因為 生根草是有毒性的 它本身是少毒性的 那 所以這些草藥呢 是用那個 生根草的那個 那個 那個草藥汁來的 那就是有物質成分 就不是我們用療劑 就是我建議大家用三十絲 或者二八絲 嚴重的時候用二八絲 那去到十二絲 就已經沒有物質成分了 所以絕對可以放生 但如果你作為一種藥油 通常它是有一種物質在 有草藥的成分在 那這種是本身有毒性 就不可以塗在傷口 你瘀了沒有問題 你撞傷了 瘀了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就不會有傷口的 好了 那 總之你任何的情況之下 有一種瘀傷 跌傷 意外也好 什麼都好 撞傷 有些硬物撞傷 那導致你 是瘀了 那些血出 就是那些微絲血管破裂 那種風就是這樣 種風就是其實你裡面的 微絲血管破裂 血管破裂 那跟那個流血一樣 如果上面是表皮的 你就看到瘀性 但是在頭腦裡面 你看不到 但是那個病理的性質 都是因為出血流血 微絲血管破裂 所以 安妮卡 是No.1 remedy OK 那 我剛才都聚述 那個女士 在派對那裡 她經常中了風 她都跟那些人說 不用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大家照樣 照樣吃也行 不用理我 沒有問題的 安妮卡 有一個很特別的症狀 當她折傷受傷的時候 她無論她的傷點嚴重 她的精神上 她會有一種行為 告訴別人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可能她騎馬 騎到長途的馬 平時不多騎的 但是騎到半天的馬 一落馬之後 人家說 需要付你嗎 沒事沒事的 走走走走走走 可以了 一落馬之後 她的波子已經滑倒了 這就是 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用安妮卡 就是過度勞損 尤其是根基的勞損 肌肉的勞損 令到你的人很辛苦 當然有時候 那些孕婦都會 孕婦可能會 要把寸 HOLA 能申 Gul 來吧 Marsha 也能申辱 做法 申請 讓 Guru 不舒服的感觉都可以用Anneka 除了跌伤、扭伤、Whip Lash 马边式的受伤在车上 坐一坐被撞 这些都可以用Anneka 扭伤、运动 还有一种情况 在做运动之后没有气 我自己也和大家分享过 我以前在多伦多 有一次我去跳Arobic 全是女士们 跳得很快 我根本从来都不跳 走下去和她一起跳 我是唯一一个男士 全是女士 跳到差不多都不够了 我已经没有了 因为她就快要崩溃 幸好我立刻在袋子里 拿起Anneka 尔巴斯 立刻吃一剂 即时恢复完 没有出仇 这么厉害? 不然我立刻就会躲下 即是每次过分疲劳都可以 任何一个过分疲劳 你的感觉上有些气没有了 就像心脏病 就快要心脏病發 因为你犯了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运动员 在运动之前或是拳击手 拳击比赛之后 会吃Anneka 所以他们就会吃Anneka 我最近听闻 有些在美容界 模特界都会吃Anneka 令到她皮肤更加光滑 这是新的用法 我还没有试过 但有时我们的医学集业 你应该早点介绍 没所谓 他就有空吃几剂 你也帮助了 所以是任何出血 包括内部出血 你怀疑什么情况之后 内部出血都可以用 有时小孩可能有病毒性感染 皮肤有一种子电式 是一种病毒 西医来说完全是触手无策 其实你可遇到那些情况之后 你会考虑用Anneka 尤其是当小孩 出现病毒性感染 皮肤出现微丝血管爆裂 紫色电 尤其是你去摸摸它 他不想摸摸它 很明显 为何Anneka派人接近它 因为你碰碰它痛 是吧 冤冤痛痛 所以任何症状 如果病人有些表面有看到的 指指流血的伤口 而他的心态就说 你小心点 你不要碰我 那什么情况之下 都会出现这种行为 当然有些人有痛风 痛风的人痛起来 真的很怕人走近他 可能家里有老人家有痛风 那些小孩和孙子在四周跳跳的 那些老人家很害怕 千万别让他走近他 因为那种感觉上 你碰碰他就会很痛 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痛风 这种所谓的痛风 Anneka 都可能是一个适当的尿剂 对Anneka应用的情况 是非常广泛的 有些人是因此而失忆的 很严重的失忆 那如果在当时 你立刻用Anneka 他可能已经避免 他那些创伤的 头部创伤的后遗症 所以有些人 是很容易 是论论尽尽的 伦散尽尽的 冬跌西跌的人 那也可以考虑 是用Anneka 那也都记住 如果你有流行性感冒 而你的症状 好像被人全身打了雨 床很硬的 睡不下去的 其实这个是Anneka症的 所以在同一疗疗疾 是同病而易志 二病同志 其實Anneka 医疗的范围 是可以很广泛 但是当然 最重要的地方 都是創造性 大家家里如果有了这件事 就会很安心 那好了 讲到这里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我和袁医生先来休息一会儿 稍后再来跟大家聊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大家好 又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对啦 袁医生 刚才你不是说起 Anika的用途都很广泛的样子 但是譬如我现在有事了 弄断了 真的需要用这种尿剂了 那快不快见效呢 还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Anika是我们叫做first aid 就是救急药 那救急药的东西肯定是 除了救急的情况之后需要用之外 它的效果是快到惊人的 那我发现我自己在这边也用过好几次 比如我有一次我弄牙 弄牙不是普通那些弄牙的 弄中牙那些 整整把牙的牙肉揭开了 弄了一大轮的 那弄牙之后呢 通常那时候当然有麻醉剂 不是全新的 总之各部麻醉 那做了之后呢 通常医生都叫你 这些是止痛药来的 那这些是抗生素 这些什么东西 这些什么东西 一大堆的东西 那都是牙医的 很认识我的 那它都知道我都不需要用的 那我通常就不会浪费这些药了 我就不会用的了 那我回来之后呢 如果我呢 我试过有一次呢 总是觉得我嘴还是麻麻沫沫的 就是始终打了很多针 割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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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 这些麻麻沫沫不舒服的 那我就会呢 就用阿尼卡了 那阿尼卡呢 是任何的软组织受的创伤 那你开刀之后 被人刮刀割 那刮刀割了 那当然是软组织受伤 那我就当时呢 那些牙的面部呢 还有一点点鼻鼻啊 种种 就是那些麻醉药还没过的 不舒适 那又不是太痛了 那我就会吃一剂 那我通常呢 我通常呢 我只用三十丝而已 那水剂一剂 那基本上呢 你一吃了之后呢 在几分钟之内呢 一两分钟之内呢 你就一路觉得 你那个面部那些麻木的地方 一路一路清的 那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呢 大概五分钟 十分钟左右呢 整个面部那些感觉呢 恢复回正常那种感觉 而没有痛的 不要觉得有些针 就是有些乱的针 完全没有痛的 那也很快 那其实阿尼卡 你也看到呢 它不是说只是放你这个痛的 它是一种麻醉药那种 那种那种 麻痹呢 那种麻痹呢 我是说是五分钟 十分钟之内消灭的 是快得这么惊人的 那我亦都试过 有一个case 我曾经在多伦多 那有个家庭呢 那个爸爸告诉你 通常我都教他 家庭要避免这种东西 那他说 有一次个宝贝仔呢 就跌倒 撑倒那个头 是 一撑倒头之后呢 他看着他那个 那个前压呢 有个好像鸡蛋那样大的 的种子 就看着它涨了 看着它涨了 看着它涨了 接着呢 他就给了一支阿尼卡 吃呢 他就看着它涨了 所以阿尼卡呢 你说在需要的时间 就是那个是 对症下药呢 是即时的 那我亦都试到 有一个 有一次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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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尼有 有一个朋友 家里 有个西伊朋友来的 他是专门医的那些 那些 歌声啊 明星啊 帮我们解读的 那所以他很有钱的 是 但当然呢 他对我们的童韧疗法 完全不懂 他是英国的医生 好像奥斯特匹 那他有一次呢 就 在一个 在那个 阿尼卡里面 是 那有个人呢 就不小心呢 就是 做了 好像是扭伤 是 痛得很厉害的 那 那 因为 就是他们那些人 有些人都会用 是 那他一剂就给他 他吃了之后呢 他即时舒服了 那也都用过我们的小灵精 大家可能有机会听到 那小灵精 就帮他 电一电一点 那人立刻在几分钟之内 就舒服了 那医生呢 都开始觉得 都开始会 开始信服了 是 那个效果是这么厉害的 那我有一次 有一次 偶尔 可能有些食物 不太适合 我吃了一些胃 有一种胃肺 有一种疏 那种感觉 那 我试过呢 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吃阿尼卡 都将那种痛楚 就消除了 那这些情形呢 不需要再理 平时那些什么性格特质啊 譬如我们平时对醉症下药 是不是要计你的咳是热啊 喝暖的舒服还是怎么样 你怕晒还是怕风啊 那些的 那在这些急症的情形下 不用理的了 阿尼卡呢 其实呢 她有她那个症型的 哦 但是呢 在一个急症里面呢 你的身体呢 即大部分人 在这种情况 那种反应都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她的表面的出血啊 那样 所以有时候呢 你是不用理会这样东西的 那但是呢 当然呢 如果那个 如果你看到 比如我刚才所说 阿尼卡的那个 那个精神状态呢 就自己病到死死下 她都说自己没事的 那这个阿尼卡 是一个很特有的 OK 很特有的症状来的 那和阿尼卡的人呢 都是怕一些 失动的环境 和很热的太阳的 阿尼卡的人是 就是怕这些 怕比较上怕这些事情的 阿尼卡呢 哪种型的人呢 是会适合一些 所谓的体质 通常呢 是属于一种比较乐观派的 是多动作的 就是好像我这样 就是我很多事情搞啊 那样的 那那个 那个 那个人呢 就很容易呢 就是出现血液的膨胀 这种感觉的 那这种情况的人呢 或者有些人呢 就很容易 运船浪 运车浪 都可以 都是这种 这种体质的人都是这样 虽然我自己就对 运船浪 运船浪 运车浪 运船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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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考虑 如果你做了之后 觉得个人 好像很疲 好像被人全身打一身 那种感觉 即是如果有这个症状 即如果你有感冒 可能流感来的 但这个症状呢 好像周身冤痛 或者好像做个孤雷那种感觉 周身冤痛那种感觉 我明白,我常常是这样 那些筋和肌肉痛出来吗? 在里面 不,就是好像被人凸了 如果那个人直接可以告诉你 怎样,怎样不出发 哎呀,我只是冤痛,好像被人凸了一身 如果他能够说出来 这个就是安妮奇的症状 无论他什么病 他可能斑诊,可能是胎怀 他可能是感冒 他可能就是普通法师 总之有这个特征 他可能就是撞到伤了 他可能就是疲雷、行山 可能做周末的农夫 在这儿搞得周身硬了 那当然,我们也说 三十元仔整个过程里 是不是很多软组织被撕裂 是不是? 那个子宫这方面会被撕裂 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安妮奇的症状 那也有时候 人可能那个乳房发炎 因为被人撞到 记住,撞到 不是因为谷奶那种症状 这种乳房发炎 感觉上是很疏的 不想被人碰的 也可以考虑安妮奇的 但不一定是安妮奇的 有其他的 Berdasperinus Coneum 如果变成硬化 我会用Coneum 也有机会的 也可能有些人 自从撞到头伤之后 就出现发羊吊 它可能有了五六年十年 但如果我们能够追索到 它发羊吊的起源 是当时撞到头伤之后 是受了伤 就算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仍然都可以用安妮奇的 虽然安妮奇的 我们说是一种吸救药 当然即时用就最有效 但如果有时的问题 我们叫做能量结 创伤的能量结 是一直都不甩 如果这是一种安妮奇的能量结 就算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你照样可以用 照样会有效 照样可以医到它 因为撞到头 因为跌伤 撞到鱼 而出现的发羊吊的后遗症 都可以全然可以用 当然任何跌 跌身都可以 有时的眼睛 可能做事 看一看得累 都可以考虑 sore achy 有种感觉 如果发烧的时候 那些人周身冤痛 好像床太过什么 或者可能有些人 运动得厉害 就会萎血尿 这就是一个可能性 有些真的很劇烈的运动 撞撞 就是臣撞得厉害 会萎血尿 这种情况 就是内出血 跟运动 劳損有关 也可以考虑 安妮奇的 OK 也有时 室友在出生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种急症 是无法治疗的 其实 也可以考虑安妮奇的 因为室友经历过 一个出生的创伤 突然被人拔出来 扯出来 或是钳出来 他可能身体受了创伤 他出现的症状 是无法治疗的 同时 怀孕期间 妈妈经常被孩子 踢踢踢踢踢肚 这种情况 都是安妮奇的 好了 做那种情况 例如你可能是八天 咳得很辛苦 咳得整个胸团 都冤了 那种感觉 安妮奇也有可能 安妮奇的一种梦境 她常常梦到 是那些猫猫狗狗 大猫大狗 或者黑猫黑狗 或者是梦到 在很多行雷线电 或者一些人被人私解 被人虐待 那么恐怖 在梦中有很多意外 那种可能是一种震惊 一种受惊之后 那当然了 安妮奇也可以用在 譬如有盲腸炎 或者可能因为 你被人踢到盲腸炎的部位 而导致出现盲腸炎的时候 其实都是可以用到 安妮奇的这种疗剂 所以你看到 安妮奇的应用范围 是非常广泛的 那也曾经有人发现 如果用安妮奇 用安妮奇的安妮奇的安妮奇的 来做一种头油 可以帮助他们生长头发 所以你看到 安妮奇的疗剂 你什么都不适用 起码在家里拿着安妮奇的 你肯定有机会用到 这种一定不会浪费的 好了 那你刚才说 安妮奇的疗剂 这种疗剂 你刚才说有一类的 血管闭塞 或者血块塞住那种 这样的 TIA那种 其实那种这样的 你怎么处理呢 血液循环差呢 那么其实呢 在香港人呢 你知道香港的环境 是很适合那些人去去行山的 亦是很多人做神运的 那你也看到呢 香港人的那个 那个 那个预期寿命呢 是差不多是排第二 第一第二 男士曾经都试过排第一 那但是通常呢 就是仅仅次于日本的 那也都有一个小国家呢 曾经都试过高过香港的 那基本上呢 都是第一第一第三都试过的 那香港人呢 就很多时候有一种习惯呢 年纪大 很多人就是行山的 嗯 早上都行山啊 或者去游泳啊 那原来发现呢 如果在这个 是一个实在的 真正的研究 那这个研究是一个 叫Nature Communication 那个Magazine 在Universal of Pittsburgh 里面做了 120位老人家 分造两组 一组呢 就叫他走40分钟 一天 一个星期三次 另外一组呢 就不是走 叫做那些 拉筋啊 舒缓啊 tuning啊 这些这样的 运动啦 那这个是做 就是啊 跟着两个比较啦 那他就用什么呢 用那个磁力 那个照脑啊 嗯 整个照脑啊 那么之前 六个月 一年之后 看他的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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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 有没有改变呢 他发现呢 他说呢 嗯 那些 不是行山 不是行路 那些人呢 通常呢 他那个 他那个 那个 退化呢 就一般性的 老化的 那但是呢 行山那些人呢 呢 直接员 发现呢 在一言里面呢 他的脑袋呢 是直接员 增加了 大致增加了 大致增加了 只不过是他的行路 那也都发现呢 那些人呢 在那些叫做空 空间的记忆呢 是 那些人呢 是 那些人呢 他们是 是 改善了的 那 不单止 当然了 将脑袋 推 就是 真大袋呢 不单止 会改善 多方面的记忆 对不对 还有很多时候呢 整体来说 个人都会 健康 会 会很多 的 那好了 那 除了这方面之外呢 我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是防止我们的血管流上呢 那有些有很多食物 有些脂肪酸的食物 特别多的 那也做了一个研究 发现呢 那个脑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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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能力 保持得好的人呢 通常呢 他们吃东西呢 都是吃很多些 高脂肪的 高 就是那个 可以叫做 肥胃的食物 那 他们也都发现呢 他们那个 阿米加三 阿米三的肥胃的 那些食物呢 维他命C 维他命E 是比较高的 那大家知道 哪些食物呢 是阿米加三 特别高呢 就是那个 那个 鱼 三文鱼 就是有些 三文鱼 还有些 草莓的羊 不是吃穀的 就是千年寺养的羊 那些动物呢 它们的肉呢 它这种是特别高的 那我当然呢 我知道日本人呢 吃了铃铜 那我 陆畅健康店 叫铃铭酥 我虽然没有铭铭 我虽然没有铭铭酥 还有一些铃铭酥 也都能帮助我们 改善我们的脑部 血虹 所以其实很多 很多好的工具呢 这些永远都是 预防胜与治疗啦 老人痴呆症也好 中风也好 其实我有一很多 很好的工具 自己可以去 行山啊 在饮食方面呢 是改善吃多些 就是那个 那个 阿米加三的脂肪酸 都能帮助我们的 刚才袁医生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工具 可以去保养我们的身体 平时袁医生 和各位听众说 理论就说得多了 我们由今集的节目开始 就会每一集邀请 不同的在六创意工作的员工 无论铜锣湾店 和中环店都好 就会邀请他们来 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些产品 给大家除了听理论之外 真的可以去买一些产品 比如预防一些疾病或者保健 今集我们就邀请了 和铜锣湾店的Eddie 来为大家介绍一样产品 Eddie你今天为大家 准备了什么产品 各位你都好 今天我讲的就是一个叫 姜黄的香料 是 姜黄大家其实平时都接触很多 我们经常吃的咖喱里面都有 是的 没错 Carmen你真的讲得到 因为其实姜黄 很多人未必知道姜黄是什么 但如果你说到咖喱里面 每个人都知道 其实咖喱方面 其实一定会下到姜黄 就算在我们的葡萄里面 都会下姜黄的 但会不会很辣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可以吃吗 其实姜黄本身就不是辣的 即是咖喱方面 你下多少的成分而已 是 亦都是因为这件事 如果我们是吃下去的时候 因为它可以混合到很多种的味道出来的 好似如果你去吃个炒饭 吃其他东西 都是可以多少这样出的 今天我想说回姜黄其实有什么好处 因为最近有些客人都问我 姜黄是用来什么用的 有时我也要回答给客人知道 所以我在这里解释一些有关的资料 其实姜黄正式来说 他是在印度比较用得多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一直发展到 我们一直在其他国家 任何很多地方都会吃这东西 在外国因为他们发觉到 在最近研究有一个症状 是老人痴呆症方面 在印度方面是很少的 所以他们就去研究这东西 一路发觉下去 原来他们吃方面的习惯 全部都是用咖喱 以及用香料的成分的酱料 我知道姜黄应该是咖喱的主要成分 是吗? 他任何的酱料都落姜黄的 那变成他们吃的时候 截至而言 就落了原来有些草药 他们都不知道 是 变成对他们的身体 都活化了 是一路比较上 是减少了这一样东西的症状 而在欧美方面 其他国家 因为他们很少接触姜黄 咖喱 因为他们很怕吃什么酱料 很辣的东西 他们都不敢吃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 就会比较弱了 而再研究下去 因为经过他们研究了 老人痴癌症之后 继续他们研究姜黄 其实有没有其他的用途 其实原来都一路 会有其他的发现 尤其是在抗氧化方面 因为抗氧化方面 因为印度人的阳光很厉害 很灿烂很热 也是影响到他们的皮肤方面的问题 原来他们也都在这方面 是有一种防范了 所以在阳光 因为他本身经过在1999年的时候 美国曾经 也是在一个美国知名期刊里面 都会发表过一件事 是对抗氧化延闻衰老 僵黄是有个直接的影响力的 我也发现 印度人 他除了他的皮肤很漂亮的 他整体的皮肤很滑正的 还有他的头发都很黑的 你觉得很多印度人 他现在有些食物方面 他们的传统食物 有些是跟我们不同的 是的 这个东西也是有关系的 可能和他们的鸡尝食咖喱 很多食物里面有很多香料 可能是有很大关系 那还有什么资料 我们姜黄在科研上 其实发现了很多 不是只是一般古的 科研上还有些发现 姜黄有什么好处 还有什么好处 还有对腸胃方面 因为腸胃也是 因为姜黄 他们发现 它会分泌了一种叫黏蛋白 是保护了胃膜 令慢性的胃股羊 是有预防的作用的 很有趣 因为很多人都怕 不要吃那么多辣东西 咖喱可能会刺激胃 其实相反 因为咖喱里面的姜黄粉 反而保护胃股羊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 喜欢吃咖喱 好像是开胃一点 因为香料是开胃一点的 好了 还有什么呢 我们在近代医学方面 发现姜黄还有什么好处 胃直至去到大腸 是一种叫做幽门螺旋菌 我想每个人都知道 亦是会有一种抑制的功效 直接在胃股羊方面 对胃、大腸、其他影响的能力 因为一般我们对胃方面 医生会给你一些抗生素 那些会有负载用的 但如果这一种 它是完全没有负载用的 你怎样吃都没事的 那有没有实质数据 可以听众介绍一下 科研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效果 还有什么效果 如果根据他们的资料 大约有八项 像刚才我说了 简单给我们听 我们所知道 除了老人痴呆方面 似乎有科研里面有抗氧化的作用 抗氧化的作用 肺炎也有帮助 还有什么呢 好像在捕捉自由肌方面 它是减少了疾病的威血 也在DNA方面 令到它不会不正常的生长 可以达到预防癌症方面的 但是近代都有人用肝黄去处理癌症 还有一件事 它刚才说了是对胃 在身体里面 它有一种防御的功能 这个也是在97年方面 曾经做过一个试验 他们就试过喂兔子吃 吃一些姜黄素 在五个礼拜内 他们可以看到 这些兔子的抗予能力是增强了的 那对身体来 是没有了一种病症的出现了 也都会在 降这个胆固醇方面 也都很有效果的 因为它可以去 由降低 胆固醇由11.6% 可以增强到29% 是 还有将那些好的胆固醇 是增加 HTL 是的 功能的胆固醇 是增加到有20% 是的 如果在癌症方面 那当然是有时候 在西方的角度 会做些化疗 那其实它会增强了它们 在好的方面 是加强了 有时候 你知道化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平衡 它的量 即化疗的dose 和效果 原来发现 食姜黄 可以帮助化疗的效果 可以增加了100倍 那就是说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化疗的剂量 可以减低了一些 对不对 是的 唯一有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 如果食姜黄 或者姜黄素 两样东西 那我们要留意 如果是怀孕的 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种东西 它是属于活血的 会令到 譬如 他们的子宫会收缩 或者是有 会容易产生流产的问题 那另外一种 就是如果人是很燥热的 那些 也都是要留意 因为它本身是燥的 中国人都有这种说法 就是一种热气的东西 但是你说 它那个流产一样东西 它是一种 一种估计 对不对 我相信印度人 不会因为他怀孕 就不吃咖喱 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说法 根据是哪些呢 我不觉得印度人 说 原来不要吃那么多咖喱 你生死 他都吃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这种所谓禁忌 其实都是一种可能理论上的禁忌 始终是一种食物 很简单的食物 对不对 可以在我里面说的 是的 通常我们健康店的用法是怎样呢 就是有些什么姜黄的产品呢 它的包装大概是怎样 我们有一种就是普通的香料 薑黄粉 买了就比较40克左右的小小包 只是小小包 都是25-25元左右 另外一种就是 因为有些对咖喱的味道又不喜欢 变成它下去又不知怎样好 我们有一种叫做 薑黄95 是一种叫做薑黄素 是软装的食品 是软装的食品 可以吃个萝卜 可以帮助它们 所以是咖喱 其实我们自然咖喱 很多食物 其实也是一种药物 尤其是有很多野草 有很多所有的香料 其实它背后 其实都是很多很多的 治疗的成分 我最近也都发现 有个资料 原来白蘭迪的VSOP 其实早期是一种药物 但是当然 今时当然完全没有了 这方面的资料 以前的VSOP 是一种药物 是一种草药去用的 当然 如果你去问那些製造商 可能都说出草药成分 其实薑黄 比起咖喱 就未轻很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 试试去陆创意买来用 我建议可以最初蒸熟些饭 拌一点 小小就够 饭已经很漂亮 黄色的 或者炒椰菜 又是 刚才说的40克 是吧 很少 一克已经很多了 就可以炒一碟材料 私下 当是多些款式变化 慢慢接受 那些养生的食品 今集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谢谢Eddie来帮我们 各位听众 如果有什么意见要提出 可以去到我们圆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今集时间又到了 各位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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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首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